本分局滿洲鄉昨日晚間發生竊案 福安宮廟方發現公德鄉鎖頭遭拖礙 預備竊取財物 經警方釣越廟方監視器發現竊選於27日凌晨進入該廟 撬開公德鄉竊取財物 本分局接獲報案後 隨即派遣偵察隊的監視人員去派一所同仁到場採證 經釣越監視器發現為兩名年輕男子下手撬開公德鄉竊取財物 本分局後報後組成專案小組擴大釣越沿路監視器影像 並通知附近村莊聚落注意有沒有可疑的人士出入 已經30日上午10點許 果然由附近的民眾發現有兩名可疑人士與竊選特徵相符 並通報分局當場查獲 並請出作案用的犯罪工具張反的證物 舉行後將依加重切刀罪檢移送屏東必方檢察署偵辦 本分局接獲報案後除積極偵辦外 也通報附近的民眾協助職任 此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偵破 就是民眾向檢方通報有疑似的竊選出沒 韓征警民合作的最佳典範 在這邊也呼籲各廟方人員要加裝監視器 並訂請將供德鄉內的財務取出 避免成為蕭小寂寅的目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